11月30日,河南郑州主城区内解除已持续5天的流动性管理。 中兴社记者,兵分多路实地探访发现, 城市生产生活陆续恢复,公交地铁恢复运行,街道边商店恢复开门营业, 俯瞰郑州城,道路上车流见多,公交地铁全面恢复班次, 乘客在乘坐公共交通时,需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绿码。 在等地铁的李先生告诉记者,地铁间隔比平常会长,但能理解。 既然解封了,先上班吧,希望政府能够快点把这个疫情的问题解决掉。 记者注意到,解封后,除了去上班,去超市、农贸市场购买生活物品也是市民的一大选择。 入口处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绿码的环节必不可少。 部分市民还自备了消毒液,对购买物品再次消杀。 此次有序恢复,郑州要求营业开放的电影院、图书馆、体育馆、餐饮等场所, 严格落实错峰、限流。严格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 要求入内人员扫长索码、戴口罩、减少人员聚集。 社区里边有风机,然后今天可以转眼。 顾客来进门的话需要48小时的核酸阴性证明。 员工的话有一个每天都需要核酸24小时的核酸证明,才能上班。 然后上班第一时间的话我们做这个消查。顾客走完之后,然后这个座位就需要这个核酸。 目前,郑州市高风险区的居民仍严格落实足不出户。 低风险区的居民出行需做好个人防护,避免聚集。 居民进入小区需要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绿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